大家好,我是宣運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淡風陣陣,先講一下港股的情況 今天港股是OK的,因為反覆之後都沒有什麼點跌 早段高開升了200點,但其後無以為計,一度跌到24,300點的水平 其後好在跌幅又收窄,準備全日升34點收市 到24,624點成交,14406億 今天市能夠做好,多得幾隻老人股都不錯升幅 其中最強是工商銀行公行4.7%,只不過新經濟股拖累 其中小米的跌幅都很恐怖,7%,跌了1.75% 拖累的市就不能夠升幅,反而一度就倒跌 最後好在升了一點收市 整個市情勢,今天市就升了34點,升下跌下之後 能夠進漲少許,都算是OK的,只不過整個外圍形勢 特別是新經濟辦法來說,都可以跟點題的四個字呼應到 就是淡風陣陣,所以整個形勢都有一些煙煙的感覺 先講外圍,外圍的新經濟股,最近都很頭痛 其中,先看納斯達指數的走勢 上星期五,再次大跌 上星期四已經一滾,跌得很厲害 星期五再次大跌 盤中,一度跌到1088點的水平 試一試,前浪頂的支持以至 五十天線支持之後,再次大跌 跌幅大為收窄,跌144點 總結來說,雖然先大跌,後收窄 但走勢來說,是繼續弱弱的 因為都穿了這些重要的上升軌 跌幅比較凌厲 通常看起來,就不像這麼快一條整圓 事實上,有些大媽傻已經出來說 美股,特別是科技股,泡沫比較厲害 跌10-15% 都一點都不奇怪 跌10-15% 那12000,怎麼算呢,納斯達指數 都還未跌完 跌到,可能再試穿這個位 甚至乎,考驗一百天線 就是看到這一條,大約一萬點 都不出奇,以10-15%來計 講這個預測是誰呢 不少的,11年 如果有聽到本人的節目 多次提過這個很厲害的分析師 九十年代已經很厲害了 過去這段時間,過去二十年 我一直看他的預測紀錄 都是對的多,錯的少 今次就有這個預測 事實上,三月的時候看好 還沒估計 現在掉頭看調整 所以大家要當心這個情況 事實上,到今天來講 昨晚沒有市美國 但是,亞洲時段 今天,繼續向下 納斯達指數的期貨 進來的時候,看過下指數 跌過220點 再跌,期貨再跌220點 其中,Tesla和特斯拉的跌幅 仍然很凌厲 一度是10% 最新的就不知 但跌過10% 期貨交易時段 所以整個美股 特別是美國的科技股 或者新經濟股 可以說是淡風陣陣 甚至乎是紛紛吹 陣陣淡風紛吹 形勢是頭尺的 所以這個對港股 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加上,在美國的納斯達指數 那麼弱,新經濟股那麼差 在這種情況下 香港的新經濟股 都開始之前很強勢 現在明顯看到 強勢不在 甚至部分是轉了弱勢 首先,轉了弱勢是誰呢 騰訊很明顯 之前一直提及 他正在做所謂密集區的走勢 幾次試頂不下 試頂就穿不到上 四次試頂不破 反過來下 先後已經跌穿了50天線 今天又考驗到500元關口 雖然理論上 還未正式轉弱 但是走勢是弱了不少 現在關口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密集區底部 499.4 約500元來計 500元是重要的支持 如果失手 就正式轉弱 這個是對整個大市形勢 一般 與此同時 小米也是麻煩 剛剛說過 今天跌成7% 7%固自然聽起來 有些人覺得頭呎 更加頭呎 就是 今天跌位 穿了這些揚竹的低位 換言之 這個調整來講 調整浪的低點 是持續向下移的 其一 其二 今天跌位 又再次穿了 這段跌位 是之前 22.3 就是高位 前浪頂的阻力 破了之後 就毫不斷衝上去 這段跌位 破了又毫不斷衝上去 但是 現在 這支揚竹的低位 已經穿過一下 就是22.3 這個支持 今天再穿過一下 雖然最後 彈上去少少收 未至收位 其下 但是 整天這樣穿 這個不是好現象 亦都是轉弱的跡象 換言之 三隻 科技股 或者新經濟股 兩隻 已經 比較明顯 弱得 其中 只有阿里巴巴 叫做好少少 好少少 都不是覺得 他的形勢 向上走高 而是 比剛才那兩隻好少少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他都曾經 穿過前浪頂的支持 穿過內 見到一條線 穿過下去 有少少少弱的跡象 但是 比騰訊 以至小米好少少 這麼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後市 新經濟股 就不能夠靠 繼續支撐市上 反而 落回 所謂傳統經濟 或者舊經濟股 的身上 特別是在樂人股 樂人股 剛才說的 幾隻都很威衰 不斷升上去 原因 市場一般解釋 就是落後 資金融炒後 推上去 其他原因 就是在內地 特別的說法 就是北水 流入內地股市的資金 最近 對於內銀行股 特別清來 其中一個數據 就是 八月以來 流上的北水 都是主要買三類股 銀行 化工和傳媒 其中銀行 最多北水買 流入了五十多億的資金 這個資金 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二三位 化工和傳媒 流入的錢 加上都不夠銀行 多 換言之 在北水比較清來 就是內銀行股 之內銀股 這個就是其中的原因 適逢 今天 北水過去六天 都是流出的 今天一逢 反過來 流入 北水出現淨流入 所以換言之 這個 就對內銀行股氣氛好 所以內銀行股 能不能夠乘住氣氛 再上 就是港股能不能夠 站在現在的水平的關鍵 能不能夠 看看重要的阻力位 能不能夠攻破 其中 公行 看到了 這個重要的阻力位 就是前浪底的阻力 前浪底阻力 4.52 今天4.52 還有1毫子 當然 第一關 就是下降軌 今天穿不到 但是最重要 也是剛才說的 4.52最重要 健康 也是 前浪底阻力 就是這裏 前浪底阻力 五個爐三 近一點 差幾千 而且 作勢就穿下降軌 走勢 走勢比較好 但是 穿了五個爐三 才確認 勢沒有太弱 衝上去 形勢就好些 加上 中行 這三隻內銀行股 其實三隻加上 貢獻今天行至一百點的升幅 只要沒有這三隻 其實行至 就真是頭尺 中行 出奇地 三隻來說 是最好的走勢 看見穿下降軌 而且 前浪底 都修復了 現在最重要的阻力 就是前浪頂的阻力 這個阻力 是腳安兩五個六毫八 因為穿了這個位 正式扭轉 一浪低於一浪的走勢 因為之前高低點 一浪低於一浪 而穿了之後 形勢就好很多 所以大家看著這三隻 能不能夠頂住行生指數 行生指數 還未至於 就進一步轉 因為單看行生指數 走勢是弱的 因為看到保力加通道 連續幾天 是貼著低位走 今天再穿下去 而且 比之前的低位 更加低 換言之 走勢是差的 如果 剛才說的 三隻來人股 明天不能夠 再向好頂住行生指數 反正受著新經濟拖離 再跌一跌 這樣 保力加通道 有可能會拉大 又 沿著低位拉大 這樣的走勢 就非常投石 所以大家留意著 明天三隻來人股的表現 講到這裏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